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弟兄姊妹好 今天我们一起继续思想《大义里书》 我们今天思想第七到第九章 我给的题目是 《仰望大能的神》 《仰望大能的神》 我们在前面看到 《大义里对神很有信心》 他坚持信仰 但是我们也知道《大义里》 他不单止个人很有见证 敌人找不到他有什么把柄 他对神很有信心 但是他也很关心他的国家的前途 所以当他在第九章第一至第二节 我们知道《大义里》 当时他看到耶利米书 告诉他 神的百姓虽然被老 但是七十年之后他们可以归回 《大义里》我相信一方面很兴奋 但一方面他也让我们看到 他知道他不单止要为上帝的应许兴奋 他也要注意 究竟当时他的同胞或者祖先 为什么会沦落到被老的这个地步 他知道他一定要明白提醒自己 当时被老是因为他们得罪上帝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大义里》 当他知道要归回 他应该是很开心 但是他也再一次向神祈祷 他仰望这位大能的神 审判他们祖先的神 能够真的藉着这个祷告 他再一次向上帝认罪 他提醒自己 亦都是提醒同胞 当时被老是因为得罪上帝 在这章的圣经里面 我们看到 《大义里》 他是一个非常重视祷告的人 在这章里面 我们看到他有很多次向神祷告 在祷告里面 他很多次向神认罪 认罪不是《大义里》犯错 他是一个敌人都找不到他有什么错误的人 但是他认罪 他是为同胞过去得罪神认罪 亦都是提醒自己 提醒同胞 我们不要再犯罪 不要再得罪上帝 免得又再被上帝的审判惩罚 求上帝帮助我们 让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 我们能够不断地仰望上帝 仰望这位大能的主宰 他创造天地 他能够保守他的百姓 他亦都能够审判 不听他说的这些百姓 我们愿意真是上帝帮助我们 能够恩着仰望祂 靠着祂的大能大力 我们能够遵守祂的戒命 我们能够注意神 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 神给我们的一些提醒 有时我们可能在言语行为 各方面不合神的心意 神祂一定会提醒我们 我们不要做还紧的百姓 恩着仰望祂 带着祈祷 带着遵守祂的戒命 我们能够过一个神喜悦的生命 我们就能够避免很多神的审判 我们每一天都需要仰望神 在每件事上 其实我们都需要仰望神 因为离开了神 我们真的不能作什么 既然祂那么有能力 我们为什么不不断地倚靠 这位大有能力的神 让我们可以面对任何人生挑战的时候 我们都能够得胜有余 愿上帝帮助我们 我们可以继续倚靠祂 不断地仰望祂 经历祂大能大力 作为一个泳神益人的人 愿上帝赐福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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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